老师说实话 我的很多青春四号部学都把我扇子拉黑了 今天我们继续了解一下 上海青年小礼的励志故事 这是美国人发给我的证明 这开就是跟美国人合作的证明 国际创意人生培训 上海市举办了2007年世界特殊澳银体制运动会 整个中国的骄傲上海的骄傲 2017年到过 靠好总之大大给小李 我绝对是跟中国有友好关系的美国组织 支持中美正常交流建设的美国组织 还有很多公益组织 威 啊 融合 倡导者 其实现在小李你参加的一个 社会活动也是很多的 现在这些都是免费的 我是义务参加公益活动 我的影响力啊 号召带动大家 我们制造人士应该怎么做 然后我们制造人士在社税上 我们的定位是什么 有很多活动都是 有些是别的妖体小李 包小组织员费啊什么的 有些是说小李到天我要参加 为什么 因为我参加这些活动 可以给那些家长加油鼓起手 完全不是商业化的 就是公益组织 现在小李为什么要搞商业化 是因为外卖快乐的工作 人家已经容易下午了 我是要保证自己的生存 不是说小李主发堕落了 开始从人民币金钱看起来 开始借钱眼看了 不是不是 小李你能说又有思想 又有这些爱心 又热心投向公寓事业 我完全看不出来你跟智障有任何的这些关系 真的 老师这个就要讲大学的事情 这是我的一本大专毕业证军 哦 我看一下啊 方便打开看看吧 可以方便方便 对啊那你现在你也自己完成了大学的学历啊 但是对吧 老师啊 这是智障读大学 智障读大学的话呢 在我的视频里面就是有一个介绍 这些都是新人截图 嗯嗯嗯 我好想告诉社会大众 其实小礼物居民是很悲哀的 因为我从2013年开始 就统性的培养自立障碍人士 自闭政统系人士 包括综合症人士 脑胖人士 去接受成人高等效应 但凡我们的公民有这个想法 去查一下百度啊 说狗啊 都是有相关资料的 都是有相关的新闻媒体 就是我们的公众他们还不知道 我们制造人士可以考大学 小礼最悲哀的是 为什么我会出努力 就是因为没人知道自己的 有个信息差 所以现在慢慢的人也知道 你们这样一个群体了 老师说实话 我的很多青督制造部学 都把我山头拉黑了 因为他们觉得制造部 是件很荒物的事情 他们感觉怎么说呢 就是他们感觉 他们觉得有点抬不起头 对对对 是不是 因为他们考出了大方设书 但是背负着特殊学校毕业 智障这个名声 他们感觉不是光荣的事情 他们宁可自己不智障读大学 就读大学 他们觉得做的是什么 所以小礼这人在智障圈里也是个起 我是不说能戴一遍的 所以我才一直不说 他们都想的怎么样低调 怎么样抛开就是所谓智障的帽子 他们怎么感觉做的 让他们考担谁呢 不想把这个东西一直挂在嘴边 但是小礼这个人是感知到的 我是智障 我很骄傲 我很高兴